全世界就凭一道菜,让这家饭店火了30年 今天我就把这个31年的配方分享给大家 首先准备齐个鸭蛋,再把这个鸡蛋打入碗中 咱们顺着一个方向给它搅拌均匀 搅到齐小泡就好了 接下来咱们调一个这道菜的灵魂料汁 碗中放一勺陈醋,一勺的生抽,少许的蚝油提鲜调味 再加入盐鸡精白糖,一勺的辣椒粉,少许的淀粉 最后啊,给它少放一点咱们的清水,搅拌均匀 这个料汁啊,就等待备用了 接下来咱们就可以起锅烧油了 那么好,知识点就来了 很多人呢,煎鸡蛋的第一步就错了 油温七成热,倒入这个鸡蛋液 家人们,看完我这个视频呢,你就上我的主页巴拉巴拉 都是那种一学就会的家常菜 我每天都更新一道菜品,其实啥也不图 就希望能得到你的小红心支持一下,感谢您了 咱们将这个鸡蛋煎熟煎透 再倒入这个调好的料汁,给它翻炒两下 这个灵魂炒蛋呢,咱们就可以完美出锅了 盛入盘中,这个小菜就可以开吃了 每天分享美食教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